韩媒,习近平九日访朝有变,替代人选服上台面,图,看中国记者董灵山综合报道,据朝鲜政权建立70周年纪念日9月9日剩下不到一周,此前外界广泛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访卫朝鲜可能不会实现了,原因是中国方面,近期没有任何动作习近平九日访朝有变,可能改派代表韩联社9月3, 日报道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三次访问了中国在此背景下,外界广泛猜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访问朝鲜,但是习近平似乎改变了计划,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关于习近平或访问朝鲜的任何行动。 报道趁过去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多在一周前就发布相关消息,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2001年9月,2005年10月访朝鲜当时一周前就发布了消息。 发布三天前,还向相关部门下达了通知。 此外习近平9月初在北京似乎有着繁忙的外交议程。 中国外交部,于31日发布消息,加纳、埃及、南非、刚果等国家总统,受习近平邀请8月31日至9月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从习近平日程安排看9日访北韩可能性也非常小消息人士还猜测,中国的一名高级官员或许会代替习近平访问朝鲜。 韩国中央日报指出,据北京的外国记者,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去朝鲜的可能性很大不过,2015年10月参加朝鲜劳动党舰, 第70周年阅兵式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很有可能再次前往朝鲜。 中央日报报道,引述韩国国立外交院教授金韩玄,因意表示习近平访朝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可能与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对中国的指责与警告有关。 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非核化问题上提到中国背后论并叫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nyell的朝鲜行报道说, 这一系列行动,给习近平增加了外交上的负担。 并据韩国东亚日报9月4日报道,据多位政府官员和中国消息人士,表示9月3日至9月4日中国举行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习近平9月9日访朝会变得困难, 但考虑到中朝关系中国方面可能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访问朝鲜, 多维新闻网认为,王沪宁负责朝鲜问题与思想宣传工作很适合代替习近平出访。 2018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三次访问中国时,王沪宁都参与其中金正恩三度访华王沪宁破例, 全程接待金正恩今年3月第一次访华,5月第二次访华,以及6月第三次访华时, 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均前往火车站货机场接送金正恩并出席习近平同金正恩的会谈和中共为金正恩举办的晚宴。 这被认为显示王沪宁与金正恩及朝鲜方面有特殊的工作关系。 多维报道认为,鉴于王沪宁重要的身份,王沪宁全程陪同金正恩访华,显示北京与朝鲜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国与国关系。 而朝鲜官方的报道也特意点出王沪宁接送,是破例, 由于王沪宁负责中共意识形态,意味着中朝关系中党级外交仍然是主线。